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易经小字典,它是要讲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叫万一千五百二十册 万一千五百二十册 我们翻就是一一二五零一万一千两百五十册 这是易经当中非常神秘的一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出自易经的细词 那细词的这段话可以公认为是推断大影之数的一个计算方法 那大影之数的计算方法 这个就是到目前为止,夏商舟三代施法最古老的记载 那这个记载就是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册 但是在那个时候的记载,这个一万一没有写出来 所以它写成万一千五百二十册 这里头它原来是一句话 它说二篇之册万有一千五百二十 二篇之册万有一千五百二十 所以二篇之册,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易经有所谓的上传 上篇跟下篇 上篇有三十个卦,下篇有四卦 这个上篇还有下篇叫做二篇 二篇之册,二篇所用的册 册是指思草数目 这二篇所用的思草数目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册 所以它记载的是二篇之册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册 所以我们在这个投影片里面 我们就写万一千五百二十册 那这个就是一二五零册 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二篇 就是所谓的易经的上篇还有易经的下篇 那万一千五百二十册 这个数目被称为万有之数 因为在下篇周时代 万这个数字已经被称的是天文数字了 不会有任何数字比万更多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中国字的诚语里面 讲说千红万子 就表示颜色非常多 千军万马 这也表示非常多 所以我们知道千万万这件事情 在古代就认为万有之数 所以万有之数被称为万物之数 那这万物之数呢 它为什么写成一二五零册呢 这是经过计算出来的 所以这个我们各位好朋友 如果我们学习一经 不要小看这个一二五零这个数字 西暗时代有一种历法 名叫三桶历 如果我们熟悉两岸历史 知道了两岸初年 我们有个太初历 那太初历之后呢 又有个三桶历 三桶历跟太初历 其实是大同小历 那三桶这个字呢 原来是这个五行 木火土金水 当时叫五桶 这个相生相克 五行循环 但是董宗书呢 为了要突发奇想 他认为自己要成一代宗师 所以他把金木水火土这五桶 把它改成三桶 就是所谓的夏商座 他没有包括这个秦朝 但是后来觉得群朝应该是个朝代 所以就把它加进去 所以最终这个三桶历 并没有被班牙实施 被班牙实施呢 叫做太初历 这是因为董宗书 因为他认为周延的五行宗旨说 他比周延还厉害 所以他认为他的三桶历才是正确 三桶历才是正确 所谓三桶历就是黑桶白桶 红桶这叫三桶 下朝是所谓的黑桶 商朝是所谓的白桶 周朝是所谓的红桶 所以是三桶说 但是因为原来 董宗书呢 他想借着三桶论来贬低秦朝 顺便也贬低周延的五行宗旨说的历史巡论论 所以他认为夏昌周三代才是正确 所以叫做三桶硕 也称为三正硕 或者是三正硕硕 但是呢 这个硕呢 这只是一年的岁所 一年的岁所 一年的岁所 立法正确 而这个硕是一夜之时 就是每月的初一 农历的初一 叫做硕日 所以正硕有黑白赤三桶 下朝就是所谓的黑桶 以贱卯 也就是说现在的正硕 现在的卯夜作为正硕 而这个商朝以白为统 商朝呢 是以贱筹为正硕 而周朝呢 以子为正硕 所谓贱子为正硕 也就是十一月作为正硕 那三者都是以初一 作为一个大一年之时 但是这个三桶历并没有时事 三桶历并没有时事 但是董仲书是后 一直到了 因为在汉朝初立的时候 他引用的策法 叫做专序历 专序历原来是这个专序 五帝时期的专序历 他所创的立法 这个专序历是以农历的亥月 也就是现在十月 初一当作为正硕之时 但是因为当时天文观测技术 没有现在的发达 所谓他们天文的观测 他有一点点误差 这一点的误差 在经年累业的堆积 误差就变得非常大 所以当时是农业 那农业一定要看这个农民历 所以农民历的误差就非常大 所以每隔一段时间 就必须有所谓的改正硕 这样一个习俗 这样一个习俗 所以当时司马迁就跟汉武帝讲 说秦朝以来所实施的专序历 这个已经不正确了 根据这个专序历 他跟现在的天文历 大概有七十几天的差异 所以应该要改正硕 所以汉武帝就采纳了司马迁的建议 就请司马迁还有这个大夫 这个人名叫公孙卿 还有胡遂 这三个人就连定一部立法 这个立法就是所谓的太初立 所以简单来讲 董仲书所创的立叫山土立 司马迁所创的立叫太初立 但是这两个立法大同小异 后来汉武帝采约了司马迁 还有公孙卿以及胡遂 这三位大夫所创作的 这个太初立 所以他就颁做太初立 在汉武帝延峰七年 公元前104年 他就颁布了这个所谓的太初立 他把这一年定为太初元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由专家 还有人民共同合作改革立法 董仲书的立法并没有被重视 所以汉武帝延峰七年 所以在把延峰七年 把它改成为太初元年 董仲书的山土立 其实并没有被实施 到了西安末年 董仲书有一个粉丝 这个粉丝 这个粉丝名叫做刘欣 刘欣 刘欣其实也是西安末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儒者 刘欣呢 刘欣呢 他就相信山土立 所以他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山土立普 根据这个刘欣的说法 刘欣说 他有一天夜观天象 数一数天上的星星 发现天上的星星 居然有一万一千两百五十颗之多 这件事情不是真是假 因为没有人会去数过嘛 但是既然刘欣说 他夜观天象 他数星星 数了一万一千两百五十颗星星 而这一一二五零颗星星 就跟易经细辞所讲的大眼之数一样 而这大眼之数呢 他就是山土立 所以简单来讲 就有这么一个非常神奇的故事 这个数字呢 其实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 如果有人告诉你 他最后可以看到一万一千两百五十颗星星 我们觉得说 这可能是难以相信 但是在那个时代里头 刘欣作为一个汉朝大族 他讲一万一千两百五十颗星 就很多人都信你为真 所以呢 而且这个一万一千两百五十颗星 一二五零这个数字呢 是出自于易经的细辞 所以但是不管怎样 流星看到那么多星星 我们不管他有没有一万一千两百五十颗星星那么多了 但是显然董仲 显然董仲也好 司马迁也好 或者是流星也好 他们的确具有辨识天空当中星成的能力 而这个因为根据当时呢 这个甘石星经 还有汉武帝的史记天官书的记载 这个一一二五零册 一一二五零课 一一二五零课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惊人 非常非常惊人 我们现在也许觉得说 这应该不可能是真的吧 但是在当时呢 确实很多人认为是真的 那这一一二五零册 易经细辞究竟是怎么写的 怎么会算出一一二五零册呢 我们来看这段话 易经细辞是这样想 他说天一第二天三第四天五第六天七第八天九第十天素五地素五 五位相得而更有何天素二十有五地素三十凡天地之素五十有五此所以曾变化而行鬼神也 大眼之素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相两挂一以相三 蛇之以四以相四十归取以乐以相任五岁再任故再乐而后挂 前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这里开始讲策哦 前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当其之素 当其之策就是三百六十一年之策 当其之策二篇之策二篇之策 万有一千二百五十当万物之策有 事故 事盈而成义十有八便而成卦 八卦而小成引而生之处类而长之天下之事能必已显到神德性 事故可以琐琐可以诱神里 只曰之变化之道者其之神之所为乎 也就是说我们先讲结论 孔子说如果我们知道这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册的变化 我们就知道鬼神的运作究竟有多么奇妙 但是这一一二五册册它当然不是随便写的 它一定有一个依据 这种话被认为是《易经细词》里面记载有关于夏少洲三代 最古老的诗法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中必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我曾经根据这个方法来推算 结果五十根丝草 你可以用五十根筷子来代替 按照他这个方法 也就是按照他的方法 所谓的大阳之助五十 启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向两 向两的意思是因两两仪 挂以向三 向三是象征的天地人三财 蛇子以四以向四十 蛇子以四以向四十 就代表春夏秋冬 归期以向任 就是代表任月或者任年 五岁再任 不再热然后挂 前之策 二百意思有六 坤之策 一百四十有四 凡三百有六十 当其之日 二篇之策 万有一千五百二十 如果按照这个 这个推演的方法 当然有很多种解释 中必所知道 至少有两种以上的推演方法 但是他的结果 他的结果只会出现四个数字 就是六七八九 六七八九 那六呢 一般人就认为 这个六呢 是所谓的太阴 七呢 就是所谓的少阳 八呢 就是所谓的少阴 九呢 就是所谓的老阳 也就是六跟九 一个是老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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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跟八 一个是少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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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春夏秋冬 也代表呢 这个 易经的 这个所谓的四项 这是他代表的意义 这件事情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朱熹呢 曾经把它分析 所以我们在讲 朱熹的周易启蒙 还有讲朱熹的周易本益的时候呢 曾经跟各位讲过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里面呢 根据这样的一个分法 他就是把 一根丝草不用 四十九根丝草 把它分成两半 然后分成两堆 然后分成两堆之后呢 然后他慢慢推算 所以他推算出来 结果 前之侧210有6 昆之侧440有4 那这个意思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意思呢 简单来讲 就是易经的补试方法 前挂所使用的试草 前挂所使用的试草 总共216根 昆挂所使用的试草 总共144根 216根加144根 刚好是360 但一年有365天 所以这360加上金木水火土 这样就价值得一年之数 所以就所谓的当期之数 当期之数 这个是乾坤 用易经来表达乾坤的时间的意思差不多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易经当中 以坤为六 以乾为九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易经有六四挂 总共有384羊 384羊除以后 羊羊有192 银羊也有192 但羊羊用九 那银羊用六 在易经里头 前挂跟空挂里面 我们有用九 用六 所以呢 羊羊用九 羊羊用九 就是总共有192 192 然后再乘以九 再乘以九 再乘以四 再乘以四 这样就得到羊羊 这样就得到羊羊的这个数目 那另外呢 有这个空挂 就是从银羊 银羊有192 192乘以六 再乘以四 这样就是所谓的四 云而乘以四 所以六四 而四 这样就得出来的结果呢 我们可以看到 银羊总共有 总共有4608册 而羊羊呢 有6912册 而这个6912册 加上4608册 两者相加 就是所谓的11250册 所以这个数字这样来 这个数字被证明天地之数 万物之数 为什么 我们知道古代 成千上万 已经非常多了 所以当约万物之数 也就差不多是万物之数 所以11250可以说是万的极数 万的极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左传敏公元年 有一个叫补远 补远是晋国的 这个晋国的这个史官 补远补曰 必万后必有大 万者迎数也 也就是说万是一个最大数目 其实不是除之仪 其实在春秋时代 就有这种说法 万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数字 非常非常大的数 所以在古代人看了 万有之数 就是大约 大约 今天是一个说法 总共有1150册 而这个流星 他说他看到天上有一千一百二十五颗星星 所以所有万物的种类 有1万一千二百五十种 当然我们知道 成千上万是这个意思 但是其实不止这个数字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读《易经》 要想到说 以前人怎么想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看五千人怎么想世界 我们就能够把《易经》读得通 那以前人想这个世界 一万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大 一万的数字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然为什么说 360要加金木水油土五 这样变成365 这有很多种说法 这个加五行是最常见的说法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自己去研究看看 这个11520的演算法 除了以9为阳 以6为阴的重算法 如果我们以邵阳、邵阴 也就是以6、7来计算 他的答案一模一样 11250测 非常奇特 非常奇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用7乘4 然后再乘上382除以2 192 再加上8乘4 然后再乘上192 这样答案是11520 所以《易经》的数学 跟现在的数学很像 但不完全一样 不完全一样 这个是《易经》数学的一个算法 那《易经》数学 当然最大的算法 就是11250测 那之前人终编成人跟大家分享 《易经》的数字 中国古老数字有10的概念 但是没有0的概念 没有0的概念 有0的概念是唐朝以后才有0的概念 在唐朝以前 所谓《易经》之数 它有10的概念 但是这个10 并不是现在写的1跟0 它就是10 它就是10 因为和图是9 和图是10 和图是10 和图是9 所以它有10的概念 但是它没有0的概念 用624卦 624卦 我们知道是由上卦跟下卦 重组而成的 那18变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所以它在这里讲 讲说 《易经》当中 十有八变 十有八变 就18变 所以我们讲 《女大18变》 也是从这里来的 所以因为它有 这个所谓的 当期之数 十有八变 而成卦 意思是这样 四赢而成义 十有八变而成卦 也就是四赢之后而成义 十有八变而成卦 所以这个十有八变 就是说18变 所以这个代理之数 它的一个程序 全部有18次 而这18次里面 它每一次里面 它都有非常欢呼的一个口诀 所以真正来做代理之数 推的时候 时间非常非常长 中拼呢 自己推算过了 大概要超了两个多小时 所以非常非常长 非常非常长 因为它的程序 非常非常非常繁琐 那后来呢 这个朱熹呢 把它做一个简化 把它做简化 这个方法 我们之前其实跟大家分享过 但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它的结论 它说 这个二篇之策 万有一千二百五十策 但万物之处 事故事盈而成义 十有八变而成卦 八卦而小成 引而生之 处累而长之 天价之势能必 这段话有人把他解释 如果用八卦来补卦 八卦来补卦 就有小成 所以用前瑞离正迅坎更坤 这八卦来补卦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用六四卦来补卦的话 那就能够处累而长之 天下之势能必焉 能必焉 如果能够处累而长之 天下之势能必焉 那就可以怎样呢 就可以显到神德行 事故可以愁挫 可以诱神语 也就是你又可以跟神明 能够喝交杯酒 你就可以跟神明来唱喝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够用这个大乙之势来补卦的话 那么天下之势 就完全在掌控之内 所以他说知变之道 其知神我 其知神之所为乎 天下之势能必 能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显 显的不是显示张扬炫耀的意思 他说显到神德行 他的显 其实不是张扬的意思 也不是张显的意思 也不是炫耀的意思 而是拥有的意思 意思是显到神德行 就是你这样就能够拥有像神一般的能力 也就是如果你懂得大乙之势 你就拥有像神一般的能力 你能够像一般的能力的话 你面对人类的错终复杂的社会 错终复杂的社会 然后呢 可以故可以愁错 可以诱神理 也就可以愁错的跟神明沟通 我们知道敬酒 敬的人叫愁 这个毁的人叫愁错 所以愁错 所以愁错的两个字 其实是应酬的意思 你就可以跟神明应酬了 而且呢 可以 你所重见的神明 就会保佑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易经》是确实有点巫术的意味 有点神秘主义 所以之前我曾经跟大家分享 《易经》它是理性主义跟神秘主义交过而成了 对于人类所知道的 它是采用理性主义 对于人类所不知道的 它是采用神秘主义 但是人类越聪明 神秘主义还是一样存在 因为人没办法动心一切 人毕竟不是神嘛 所以总是会有一些 非常奇特的事情 我们来愁错 愁错的意思就是 在饭局当中互相敬酒 代表什么呢 代表人际之间交往的一种请规则 我们去给人家请 祭神拜神这些人请 一定要互相敬酒 如果你不互相敬酒 你就失去了饭局之间的热肉气氛 这样的一个欢乐气氛 所以呢 通常主人会先举备 来表示建议 对请客的 表示呢 跟这次请客的目的 那请客的用意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放心开怀的如何如何 那这个叫 希望能够在和谐 希望能够在快乐的氛围当中 能够举杯 所以呢 主人首先向客人敬酒 这个叫愁 那客人呢 之后再回敬主人的款待 这个叫愁 所以愁错的意思其实是敬酒 主人呢 举杯向客人呢 表达欢迎之意 表达祝福之意 这个叫愁 而客人回敬主人呢 感谢主人的好意 感谢主人的宴客 感谢主人的招待 那叫错 所以愁错这两个字呢 其实我们现在讲 就是应酬两个字 也是代表当时古老社会当中 人与人之间 在家庭华会当中 彼此互相欢乐 互相开心 而且愁错神灵 人与人同乐 人与神同乐的一种境界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快乐境界 在一错当中完成了礼仪 完成了礼仪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11250册 这个是非常特别 这是根据一经细词的一个说法 那一经细词的说法 它的算法当然 如果你只去看大影之数 你就可以知道它到底怎么算出来 当然它的步骤程序 因为这个毕竟呢 大影之数距离现在已经超过2500人 那除了大影之数的这种补试方法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中彼相信是有 只是没有记录下来 所以我们现在把大影之数 学习意境的人 都把大影之数当作神明共同起来 那大影之数最高的数字 就是1250册 万1250册 代表万有之数 代表万物之数 代表最大的数字 所以这是大约的一个数目 所以今天的一经小字典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 一经当中非常特别的神秘数字 也是在一经当中出现最大的数字 万1520册 一二五零册 今天的一经小字典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看个段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再见